民宿记 第20章 正月间,以色列全惠众到了寻的旷野,就住在加迪斯。 米利安死在那里,就葬在那里。 惠众没有水喝,就聚集攻击摩西亚伦。 百姓向摩西争闹说, 我们的弟兄曾死在耶和华面前,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 你们为何把耶和华的惠众淋到这旷野,使我们和牲畜都死在这里呢? 你们为何逼着我们出埃及,离我们到这坏地方呢? 这地方不好撒种,也没有无花果树,葡萄树,石榴树,又没有水喝。 摩西亚伦离开惠众,到惠幕门口,俯伏在地。 耶和华的荣光向他们显现。 耶和华小遇摩西。 你拿着杖去,和你的哥哥亚伦招聚惠众。 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 水就从磐石流出,给惠众和他们的牲畜河。 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 摩西亚伦就招聚惠众到磐石前。 摩西说, 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 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 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就有许多水流出来。 惠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 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 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 所以,你们必不得领着惠众尽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区。 这水名叫米利巴水,是因以色列人向耶和华争闹。 耶和华就在他们面前显为圣。 摩西从加蒂斯差遣使者去见以东王说, 你的弟兄以色列人这样说, 我们所遭遇的一切艰难, 就是我们的列祖下到埃及。 我们在埃及久住, 埃及人恶待我们的列祖和我们。 我们哀求耶和华的时候, 他听了我们的声音, 差遣使者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 这事你都知道。 如今, 我们在你边界上的成家第四, 求你容我们从你的地经部。 我们不走田间和葡萄园, 也不喝井里的水, 直走大道, 不偏左右, 直到过了你的境界。 以东王说, 你不可从我的地经过, 免得我带到处去攻击你。 以色列人说, 我们要走大道上去, 我们和牲畜若喝你的水, 必给你价值。 不求别的, 只求你容我们步行过去。 你们不可经过。 就率领许多人出来, 要用强硬的手攻击以色列人。 这样, 以东王不肯容以色列人从他的境界过去, 于是他们转去离开他。 以色列全会众从加蒂斯起行, 到了荷尔山。 耶和华在附近以东边界的荷尔山上, 小玉摩西亚伦说, 亚伦要归到他列祖那里, 他必不得入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 因为在米粒巴水, 你们违背了我的命。 你带亚伦和他的儿子以利亚萨上荷尔山, 把亚伦的圣衣脱下来, 给他的儿子以利亚萨穿上。 亚伦必死在那里, 归他列祖。 摩西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 三人当着会众的眼前上了荷尔山, 摩西把亚伦的圣衣脱下来, 给他的儿子以利亚萨穿上, 亚伦就死在山顶那里。 于是摩西和以利亚萨下了山。 全会众就是以色列全家, 见亚伦已经死了, 便都为亚伦哀哭了三十天。 民宿记 第二十一章 驻南地的迦南人亚拉德王, 听说以色列人从亚他陵路来, 就和以色列人征战, 掳了他们几个人。 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发愿说, 你若将这名交付我手, 我就把他们的诚意进行毁灭。 耶和华应允了以色列人, 把迦南人交付他们。 他们就把迦南人和迦南人的诚意进行毁灭, 那地方的名便叫荷尔玛。 他们从荷尔山起行, 往红海那条路走, 要绕过以东地。 百姓因这路难行, 心中甚是烦躁, 就愿读神和摩西说, 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 使我们死在旷野呢? 这里没有粮, 没有水, 我们的心厌恶着淡薄的食物。 于是, 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 蛇就咬他们了。 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 百姓到摩西那里说, 我们愿读耶和华和你有罪了, 求你祷告耶和华, 求这些蛇离开我们。 于是, 摩西为百姓祷告。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 凡被咬的一望这蛇, 就必得火。 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 凡被蛇咬的, 一望这铜蛇就活了。 以色列人起行, 安营在阿伯, 又从阿伯起行, 安营在以耶亚巴林, 与摩亚相对的旷野, 向日出之地。 从那里起行, 安营在撒裂谷。 从那里起行, 安营在亚嫩河那边。 这亚嫩河是在旷野, 从亚摩利的境界流出来的。 原来亚嫩河是摩亚的边界, 在摩亚和亚摩利人搭界的地方。 所以耶和华的战绩上说, 苏法的瓦哈勃与亚嫩河的谷, 并向雅尔城重谷的下坡, 是靠近摩亚的境界。 以色列人从那里起行, 到了比尔。 从前,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 招聚百姓, 我好给他们水喝。 说的就是这井。 当时, 以色列人唱歌说, 井啊, 涌上水来, 你们要向这井歌唱, 这井是首领和民中的尊贵人, 用龟用杖, 所挖所掘的。 以色列人从旷野往马他拿去, 从马他拿到拿哈列, 从拿哈列到巴默, 从巴默到了摩亚地的谷, 又到那下望旷野之皮斯家的山顶。 以色列人拆写使者, 去见亚摩猎人的王西红。 求你容我们从你的地经过, 我们不偏入田间和葡萄园, 也不喝井里的水, 直走大道, 直到过了你的境界。 西红不容以色列人从他的境界经过, 就招聚他的众民出到旷野, 要攻击以色列人。 到了亚杂与以色列人征战。 以色列人用刀杀了他, 得了他的地, 从亚嫩河到亚伯河, 直到亚门人的境界。 因为亚门人的境界多有奸累。 以色列人夺取这一切的诚意, 野住亚摩猎人的诚意, 就是西石本与西石本的一切乡村。 这西石本是亚摩猎王西红的京城。 西红曾与摩押的先王征战, 从他手中夺取了全地, 直到亚嫩河。 所以那些做诗歌地说, 你们来到西石本, 愿西红的城被修造, 被建立。 因为有火, 从西石本发出, 有火焰出于西红的城, 烧尽摩押的亚尔 和亚嫩河丘潭的祭司。 摩押, 你有祸了, 姬摩的明纳, 你们灭亡了。 姬摩的男子逃奔, 女子贝鲁, 将赴亚摩利的王西红。 我们设了他们, 西石本直到敌本进阶毁灭, 我们使地变为荒场, 直到挪法, 这挪法直言到谜底巴。 这样, 以色列人就住在亚摩利人之地。 摩西打发人去窥探亚蟹, 以色列人就占了亚蟹的正式, 赶出那里的亚摩利人。 以色列人转回向巴山去, 巴山王鄂和他的众民都出来, 在以德莱与他们交战。 耶和华对摩西说, 不要怕他, 因我已将他和他的众民, 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中。 你要带他像从前带住西石本的亚摩利王西红一般。 于是, 他们杀了他和他的众子, 并他的众民没有留下一个, 就得了他的地。 约翰福音第十七章 耶稣说了这话, 就举目望天说, 父啊, 时候到了, 愿你荣耀你的儿子, 使儿子也荣耀你, 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 管理凡有血气的, 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 认识你, 独一的真神, 并且认识你所拆来的耶稣基督, 这就是永生。 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 你所托付我的事, 我已成全了。 父啊, 现在求你使我同你想荣耀, 就是未有世界已先, 我同你所有的荣耀。 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 我已将你的名, 显明于他们, 他们本是你的, 你将他们赐给我, 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 如今他们知道, 但你所赐给我的道, 都是从你那里来的。 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 我已经赐给他们, 他们也领受了, 又确实知道, 我是从你出来的, 并且信, 你拆了我来。 我为他们祈求, 不为世人祈求, 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 因他们本是你的。 凡是我的, 都是你的, 你的也是我的, 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 从今以后, 我不在世上, 他们却在世上, 我往你那里去。 圣父啊, 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 保守他们, 叫他们合而为一, 像我们一样。 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 因你所赐给我, 我的名保守了他们, 我也护卫了他们。 其中, 除了那灭亡之子, 没有一个灭亡的。 好叫经上的话, 得应验。 现在, 我往你那里去, 我还在世上说这话, 是叫他们心里, 充满我的喜乐。 我也将你的道赐给他们, 世界又恨他们, 因为他们不属世界, 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 我不求你, 叫他们离开世界, 只求你保守他们, 脱离那恶者。 他们不属世界, 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 求你用真理, 求你用真理, 使他们成圣。 你的道, 就是真理。 你怎样拆我到世上, 我也照样拆他们到世上, 我为他们的缘故, 自己分别为圣, 叫他们也因真理, 成圣。 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 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 使他们都合而为一。 正如你附在我里面, 我在你里面, 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 叫世人可以信, 你拆了我来。 你所赐给我的荣耀, 我已赐给他们, 使他们合而为一, 向我们合而为一。 我在他们里面, 你在我里面, 使他们完完全全地合而为一。 叫世人知道你拆了我来, 也知道你爱他们, 如同爱我一样。 父啊, 我在哪里, 愿你所赐给我的人, 也同我在那里。 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 因为创立世间以前, 你已经爱我了。 公义的父啊, 世人未曾认识你, 我却认识你, 这些人也知道你拆了我来。 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 还要指示他们, 使你所爱我的爱, 在他们里面。 我也在他们里面。 诗篇 第八十一篇 亚萨的诗教语灵长, 用加特乐器 你们当向神, 我们的力量大声欢呼, 向雅各的神发声欢乐, 唱起诗歌, 打手鼓, 谈美琴玉瑟。 当在月朔, 并欲望我们过节的日期吹角, 因这是为以色列定的律例, 是雅各神的典章。 他去攻击埃及地的时候, 在约瑟中间立此为证。 我在那里听见我所不明白的言语, 神说, 我使你的肩得脱重担, 你的手放下筐子。 你在急难中呼求, 我就搭救你。 我在雷的隐秘处应允你, 在米粒巴水那里试验你。 我的名啊, 你当听, 我要劝诫你。 以色列呀, 甚愿你肯听从我。 在你当中不可有别的神, 外邦的神你也不可下拜。 我是伊赫华, 你的神曾把你从埃及地领上来。 你要大大张口, 我就给你充满。 无奈, 我的名不听我的声音, 以色列全部理我。 我便任凭他们心理刚硬, 随自己的计谋而行。 甚愿我的名肯听从我, 以色列肯行我的道。 我便速速制服他们的仇敌, 反手攻击他们的敌人。 恨耶和华的人必来投降, 但他的百姓必永久长存。 他也必拿上好的麦子给他们吃, 又拿从磐石出的蜂蜜, 叫他们饱足。 敌人之一, zon家为 một颜色, 看我了, 我还没吃过, 看我了, 我来说,